會眼看天下 前週觀眾朋友晚安 我是黃寶惠 歡迎收看會眼看天下 隨著氣溫轉良 疫情卻再度升溫 歐洲多國單日新增的病例 持續創下新高 在疫苗還沒有問世之前 隔離依然是目前最有效的防疫措施 法國和德國都在最近宣布了二度封城 但是除了疫情之外 歐洲還正面臨著文明衝突的考驗 今年十月份在法國爆發了三起恐怖攻擊 法國總統馬克宏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就回應 他是絕被視為是反伊斯蘭的言論 引發了全球穆斯林的反彈 而中國大陸第十九屆五中全會 也在十月底落幕了 會後公報 簡短一句話 提及了港澳台 隨著美國總統大選的塵埃落定 中國與美國的下一步到底會如何的發展 稍後我們將會有詳細的討論 而首先節目一開始 先帶你一起來關心本週的國際大事 美國十月底出現了單日十萬人確診的驚人數字 撼動了選情 在歐洲也遇上了第二波疫情的高峰 確診病例數在短短五個星期之內就翻了一倍 突破了千萬人 在法國 意大利和希臘都創下了單日確診新高記錄 英國 法國和德國紛紛宣布二度封城 西班牙也表示緊急狀態令要延長半年時間 消息一出 各國的民眾都紛紛搶在封城前夕 最後狂歡 賣場也是大排長龍 出現了採購熱潮 但是更加嚴格的防疫措施 卻也引起了民意的反彈 在西班牙有不少的民眾上了街頭抗議 要再延長半年的緊急狀態令 甚至還焚燒了廢棄物示威 爆發警民衝突 場面相當緊張 暴龍成群出沒在街頭 酒吧裡人滿為患 英國民眾搶載萬聖假期 報復性出門完 因為第二波封城措施 十一月五號就要展開 有時間要進行 因為沒有改革 從星期到星期到星期 你必須留在家 確診病例數已破百萬 還有近五萬人死於新關 先前不願意全面封城的英國首相強生 迫於無奈政策轉彎 宣佈封城至少一個月 雖然學校將繼續上課 但非必要商店 包含餐廳 酒吧 健身房 通通不准再開 消息一出 英國各地引爆購物潮 貨架上的衛生紙和雞蛋 被恐慌民眾一掃而空 IKEA同樣大排長龍 好事多 更誇張 人潮快要排到停車場門口 我正在開始回到工作 雖然櫃咖啡廳開啡廳開啡廳開啡廳 所以我很興奮 現在我會想要再死 但如果要發生的話 就必須要發生 第二波疫情 席卷歐洲 確診病例數在五個星期內 就翻了一倍 突破千萬 有近三十萬人病亡 不少國家包含葡萄牙 西班牙 法國 英國和德國等 紛紛宣布二度封城或是實施新的防疫措施 卻引發大規模民意反彈 意大利民眾上街灰國旗 拿起大聲攻 抗疫防疫宵禁 而西班牙在十月底宣布 全國緊急狀態延長半年 要到明年的五月整號才會解除 各地出現大規模示威 有民眾甚至在大馬路上焚燒廢棄物 和警方爆發激烈衝突 西班牙民怨沸騰 是因為在今年三月 西班牙就已經實施過緊急狀態 到六月底才解除 如今卻要更長時間限制民眾跨區移動 讓做生意的小市民 被經濟壓力逼到快崩潰 一旁的法國也因為疫情嚴重 超出預期 宣布從十一月三十號開始 要再度封城 雖然民眾上街抗疫 但法國衛生部長指出 在巴黎每三十秒就有一人 會染上新冠肺炎 每十五分鐘就有一個人 因此住院 因此法國將強制封城 至少到十二月一號為止 期間學校不會關門 但民眾出入必須持有證明 消息一出進出巴黎的車潮 瞬間暴增 但事實證明 就算封城實施宵禁 也關不住民眾想玩的心 法國警方表示 封城至今已經收到超過十萬個檢舉 雖然執法相當寬容 還是開出了五千張違規罰單 警告民眾如果想要守住 接下來的跨年和聖誕假期 現在最好還是乖乖待在家裡 記者黃金聖堂全 綜合不倒 歐洲現在除了疫情肆虐 還正面臨著嚴重的宗教文明衝突 法國歷史老師帕蒂 因為在課堂上展示了一張 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的諷刺畫面 那麼在校門口卻遭受到了恐怖分子斬首 不僅在法國社會投下了震撼彈 更是加深了當前 法國民眾與伊斯蘭教的摩擦 法國總統馬克宏在帕蒂的葬禮上 表態自己支持法國的言論自由 強調不會禁止任何諷刺的漫畫 結果此話一出 立刻引發穆斯林國家串聯抗議 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人們焚燒 馬克宏的照片視為遊行 黎巴嫩的商店則是下架了法國或抵制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更是狠 他直接嗆了馬克宏 有伊斯蘭恐懼症 要他去做心智檢查 二號晚千八點左右 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六個不同的地點 同時傳出槍響 造成四人死亡 二十多人受傷 其中還包含一名警察 自發後二十四小時 伊斯蘭國IS坦承主導翻案 又目擊者聲稱槍手至少開了一百槍 奧地利政府定調這是一起恐怖攻擊 排出大量警力加強巡邏 就怕事態進一步擴大 因為光是上個月不遠的法國 就已經傳出多起恐怖攻擊 三月十六號法國歷史老師帕蒂因為在課堂上展示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的諷刺漫畫 在巴黎郊區的校門口遭到當街斬首 法國社會舉國震驚 不只緊急關閉清真寺和穆斯林人道組織 總統馬克宏更在二十一號親自為帕蒂舉行國葬 表態支持諷刺漫畫 要捍衛法國的言論自由到底 但話一出卻引發伊斯蘭世界強烈抗議 穆斯林國家串聯抗議馬克宏 強調伊斯蘭教和恐怖分子不能畫上等號 要馬克宏立刻停止分裂性言論 人們聚集在法國大使館前 燒毀馬克宏照片並抵制拒買法國貨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更直言馬克宏 由伊斯蘭恐懼症嗆聲馬克宏應該去心智檢查 還揚言要起訴刊登諷刺漫畫的查理周刊 印尼總統也動怒表態恐怖主義和任何宗教都無關 而本身有六百萬穆斯林人口的法國 社會內部的對立情緒也一股腦 爆了出來 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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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號法國南部的尼斯傳出恐怖攻擊 21歲的圖尼西亞人阿烏薩維 遲到在聖母院教堂殺害三個人 其中一人遭到斬首被警方制服時 阿烏薩維還不斷高喊真主志大 兩天後里昂的一座教堂也傳出槍響 造成一名教士身受重傷 眼看情況一發不可收拾 馬克宏經濟上半島電視台接受專訪 出面滅禍 所以我承認和尊重我們能夠被驚訝 我沒有承認我們能夠正確實 性暴力 而我永遠都會在我的國家 自由地說 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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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馬克宏的怒火暫時還將難以平息 記者黃靖聖唐全綜合報導 西方忙著沒選處理宗教和疫情問題 而中國大陸也沒有閒著 中共第十九屆五中全會 十月二十九號在北京落幕 會議上通過了大陸下個五年的十四五發展規劃 但是要接任現任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的下屆 中共接班人卻沒有露出半點的消息 就連備受矚目的台海和香港問題也是輕描淡寫 至於二十八個字帶過 整個會議的通篇重點都在拼經濟 強調中國大陸的下個五年要以創新發展 來提高市場內需和GDP 力拼經濟在十年之內超越美國 大陸第七次人口普查從十一月正式開跑 動用七百多萬普查員 要幫大陸十四億人口一起開張大合照 第七次人口普查呢 是一項重大國情國立調查 它是政府人口規劃 經濟發展規劃的一個重大的基礎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率先接受普查 大陸社會也全面動起來 因為這除了是睽違十年 幫大陸人口結構做漸減 更是為了配合當落幕的中共五中全會 所定下的2035遠景目標 發展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 是我們黨執政新國的第一要務 十四五世紀必須堅持新發展理念 充分發揮經濟增長的潛力 根據第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 2035年大陸的人均GDP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準 這代表在未來十五年大陸都要保持 百分之四到五的GDP成長率 但高GDP卻也讓大陸喪失了低成本勞動力的優勢 但領導班子卻還是老面孔 原本外界認為 會在此次五中全會中露面的下個十年 中共接班人卻沒有流出半點消息 反而在公報中繼續稱習近平是共產黨的掌舵手 百年奮鬥目標 再加上大陸國家發改委 近期才公布一份擴內需促消費方案 讓外界出現更多想像空間 方案要求大陸各地政府在秋冬推出 全國家庭應急儲備物資的建議清單 內容南瓜 乾糧 急救包 手電筒和礦泉水等等 引發外界熱議 有人猜測是因應秋冬可能出現疫情反彈 提早為封城防疫做準備 但也有網友聞到了硝煙味 就怕五中全會所指的建軍目標 是要為開戰預作準備 記者黃敬盛唐全綜合報導 美國一個世紀以來最受到矚目 爭議最多的大選終於結束了 但是選民的緊張情緒 有因為選舉的結束而跟著放緩嗎 感覺是沒有喔 因為川普雖然票數已經是明顯落後於拜登 卻還是不願意認輸 他在美東時間五號晚上六點半鐘大選之後 首度現身在白宮發表演說 他指控拜登竊取美國大選 強調如果只計算合法的票數 自己早就會輕鬆獲勝 川普拜登都不願意認輸 也讓美選正式進入加時延長賽 今天就為大家邀請到了美麗島電子報 吳子嘉董事長 董事長以及政治大學國關中心研究員 顏正生教授來到節目當中 跟大家一起來聊聊 歡迎兩位喔 那麼在今天我們話題討論之前 先來看一段VCR 2020年全球參與度最高的一場選舉 美國總統大選 終於在美國時間 2020年11月3日畫下一個小據點 但一如預期出現了拜登投票日勝選 但雙方差距不大的窘況 川普沒有意外地舉行了記者會 要求暫停機票 甚至喊出驗票 哇 接下來的劇情 恐怕不是看到川普優雅地下台一鞠躬 而是要打算演出美國選舉續集 霸戰白宮不走了 看來這一場全球矚目的大戲 短時間之內還是無法順利下檔 回顧這場川敗大戰 但美國公民生活地球公民 有太多人深受這場選舉的影響 不少美國人都受夠了 現在開票日變成了開票週 就讓全美各地政府封緊了神經 真怕川敗兩方支持者 一個插槍走火 就在大街上糾中拘毀 那旁邊的店家會不會被波及啊 會不會被趁火打劫啊 會不會整個生活全都大亂啊 而明明就是一個投票的民主展現 現在搞到像是防災演習一樣 就連白宮四中也架起了圍欄 還派駐了250名國民兵在周邊部署 看看美國各地的不安焦慮 失序亂象 如果你覺得荒謬 那我們一起來看看其他的國家 這次選舉明明就是美國人的事 可是不知道怎麼搞定 突然就變成了全世界的事 明明不是美國人的各國知名人士 紛紛跳出來拜託大家票投拜登 就連墨西哥都有民眾聚集在美國邊境外 焚燒川普肖像呼籲大家票投拜登 感覺好像川普的跨國人氣很遜耶 其實大家都誤會了 川敗兩陣營的國際啦啦隊來頭都不小 只是支持川普的阿富汗民兵組織塔利班 才一公開表態支持川普連任 立馬就被川普團隊發表聲明表示 我們要拒絕塔利班的支持喔 然後美國空軍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對阿富汗赫爾曼得省南部的塔利班組織發動了空襲 但你以為只有塔利班支持川普嗎 Oh no 以色列的右翼政府不太喜歡中國的德國人跟澳大利亞人 還有被逼迫捲入電油門的烏克蘭甚至是韓國 很多很多都是川普的支持者 還好美國選舉最終結果還沒有出爐 不管是美國公民還是地球公民 還是可以在疫情限縮生活範圍的情形下 靠著美國選舉跟地球公民連在一起 感謝川普讚嘆川普這一局 美國總統的最後贏家我們下週在一起拭目以待 讚嘆川普嗎 很早之前大家就已經有心理準備 美國總統選舉投票日的結束 就是開票週的開始 那麼這一場美國百年難得一見 投票率最高的一場選舉 想先請問一下我們美國專家董事長吳董 目前的情況有沒有符合你的期待 如果你有投票權你會投給誰 首先顏老師才是美國專家 如果我有投票權的話 按照這個台灣的氣氛 民進黨人的氛圍都會投給川普 你是川粉嗎 但是第二點就是說 所謂知識分子來講的話 稍微教育程度比較高的人的話 大概都無法認同 川普的平常的日常的作為 但是川普現象 其實是一個非常值得去研究深究的一個現象 它背後代表的意義實際是有非常深遠的意義 還有呢 還有哪一些意義 你覺得最重要的它代表的是 它最重要的它撕裂美國這一次 Divided了 把美國整個撕裂了 那這個撕裂成很清楚的就是說 你看它的開票的那個情況 你可以看出來 它在City在Downtown開出來的票 都是拜登比較多 到進到沙本的時候 鄉下地區的都是他的票比較多 所以這個從地區上來看 看的話 就可以知道他們的選票的這個 分佈的狀況 跟它背後的族群的這個特性 是很明顯不一樣 那第二點來講的話 那所有的這個民調裡面也發現 如果加了這個教育程度這個因素以外 以後的話 那川粉的或是川普的支持者 都是比較偏向於教育程度 稍微低的這個族群 這也是它的一個特性 那這個 那第三點就是說 這種族群為什麼這一次會那麼樣的激烈 我覺得是因為長期對美國政府的不滿 跟社會階級的這個低落 還有全球化所造成的這個 所謂供應鏈重組 造成這個失業率的提高 等等等等因素 變成一個階級問題 是好大家都猜本來選前說到底民調準不準 到底是不是一個可以依靠的這個根據 結果呢我們發現本來大家都說 哎呀民調不準不準 因為四年前呢 大家都被民調欺騙過一次 所以這一次大家就說民調不準 好我們在這個選前就曾經就是有 大家在探討民調到底準不準 結果現在發現有一個民調真的很準 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們特別準備了這一次 誰的民調最準 這個叫做IBDTIPP 這一個民調的公司 他不只這一次準 他四年之前他就預測川普會當選 那麼在這一次呢 他也預測是拜登會當選 而且他那個時候 11月3號他就已經認為說 拜登將會勝出而且呢 只會贏五個百分點 四個 四個百分點 沒有他當時預測就沒有想到 其實四個五個都其實都在我們統計學的這個 這個整個誤差的範圍之內 你說他有沒有參考價值呢 他最終還是一個參考價值 但是選前就民調滿天飛 那麼選後我們現在好像有事後諸葛 果然這個他四年前就很準確的 預測川普 他也說哎你看我是完全是沒有這個 我不是政黨色彩 對沒有政黨色彩 我四年前預測川普會贏 這一次我預測是拜登會贏 還有本來開票之前 是信心滿滿的川普 他呢在回答記者提問的時候 他表示他根本就沒有準備敗選演說 他只會他將會在白宮 迎接勝利的到來 結果沒有想到每動時間 11月4號這個凌晨 他舉行了記者會發表全國演說 他痛疲美國大選存在詐欺的行為 還說將要去最高法院 訴請停止所有的計票 並且要裁斷選舉的結果 那麼他的競選團隊的經理 叫做Bill Stevenson 還在一份這個聲明當中表示 威斯康辛州存在違規計票的行為 他表示川普完全可以要求重新驗票 而他們也將要這麼做 顏教授真的是我們的美國專家 美國這個美國政治的這個教授 教授你怎麼看 川普這一連串的舉動 他現在要打官司 他要驗票 難道就能夠真能翻轉他的選情嗎 我覺得就是這個第一個 就是如果你的票數相當接近 譬如在威斯康辛 如果你在0.5的差距 其實這個州會自動幫你驗票 那現在不到1呢 候選人也可以提出驗票 但是我們看到一位在2016年 跟他曾經競選總統的威斯康辛 前任的州長Walker 就是Scott Walker 他在2018年選州長輸掉的時候 其實也是票數輸的不多 所以他也提出驗票 那最後呢 他說整個威斯康辛都幾百萬票 驗完之後 最後只有130票有些改變 那他的意思就是 你現在輸了兩萬票 你要想在這種驗票之下 能夠改變很難 那當然川普的驗票 可能不只是就是一般驗票 說有沒有錯啊什麼等等 到最後要驗的可能是通訊投票 那通訊投票就是說 這個票這個人到底 這個簽名是不是他簽的 那我不知道各位觀眾 有沒有看過美國一個 就是驗這種通訊投票的機器 很快過去 就是拿你原來在註冊的 登記的那個簽名 跟你這一次投票的簽名 這樣子一對一對一對 好快喔 然後就有幾個可能說 有問題他就會這種抓出來 不一樣的 譬如說這個是人工來看 譬如說有一個他可能就是 就是他的名字呢 他就稍微簽名 Rayman 他這一次變成Ray 但是Last Name一樣 Ray無 Rayman無 可是地址什麼 所有的都對 那他們就覺得說 這個大概沒問題 那我們就把他的 Rayman跟Ray 都放在他的這個註冊的 以後的這個庫 這個這個選民的登記 這個庫裡頭 所以我相信 如果你要真的是說 來把這些票 用一一藥去驗 他們這些通訊投票 是真是假 沒有時間 因為美國的選舉 我們知道選舉人團 是12月14號 對不對 那你在12月14號 之前要完成 上次在2000年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 小布希跟高爾的情況 就是大家在一張張票 在看的時候 後來說沒有時間了 所以最高法院 一定要介入 然後讓這個 他們選舉人團可以投票 但是最高法院 現在Barrett已經部署好了 但是問題在這 就是說我們這樣子講 上次的投票 最後是佛羅里達的州務卿 那佛羅里達州長 是小布希的弟弟 他們說哇 你幫你老哥對不對 但是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 共和黨的原則 就是當州務卿宣布什麼東西 你要去尊重州權 這是共和黨長期的理念 就是他們很討厭中央政府 討厭大政府 大聯邦政府 好選務工作 全部都是各地地方政府在做 那現在地方政府 有各種不同的規定 什麼時候可以開始開票 這個通訊投票 然後什麼時候 進來的票還算是有效 結果你現在這些法官們 你相信聯邦主義的 你要推翻地方政府的決定 我覺得這是你 你自己法律上面 你的思維都不一致 你願意犧牲你這個 一輩子的這個 最高大法院的聲譽 然後為了妥協 而且川普還不一定感謝你 所以你要說驗票 靠著這個驗票來扳回一城 其實還是有 不過這個 昨天這個 這兩天我看紐約時報 有篇文章 他們的傳統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說這個雙方都是候選 比如拜登跟川普兩個人 他說一定要輸家 一定要有一方要放棄 否則不放棄的話 他堅持要鬧的話 確實會造成一些事端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問題 那川普這次所主張的事情 那不是這個單純的驗票 他認為你這裡面是有詐欺 所以前天晚上的一點半 美國司法部的副部長 寫了一個email 通知聯邦檢察官 這通知什麼事情 聯邦警察現在要進入驗票 程序的時候 可以帶槍 帶武器進入這些所謂的投票站 是 這是什麼概念 就是說剛剛如果是投票的時候 在投票場所不能有任何人攜帶武器 但是現在因為他是所謂的選舉詐欺的 criminal的犯罪事件 刑事犯罪案件的 受理的處理的話 那聯邦警察或FBI等等 就可以持帶武器進入現場 做一些強制的處理的可能性 這個他通知了聯邦警察 那這個通知聯邦警察 換言之上 這是美國司法制度 那我認為就是說 如果川 我要想強調就是說 川普如果強調要鬧的話 他的鬧的花樣 因為川普做了很多美國人 從來沒想過的事情 沒想到沒想過 也不是從來美國學者也沒想到的事情 那我提到就是說 紐約時報有這個說法 司法部有發了公文給聯邦檢察官 所以後續這兩天 要看川普個人的一個態度 如果川普認為這個事情 是剛剛 顏老師這個說法 他接受選舉結果的話 很快就平息了 否則的話可能 還會有一些鬧事的可能性 我這邊特別提一下 就是說如果最後的結果 假設我們一開頭看的時候 如果賓州 拜登沒有翻盤 喬治亞州最後也沒有翻盤 最後假如真的是270對268 那這樣的一個選舉人團的這個票數 我相信川普不會接受 他的支持者也可能不接受 但是如果你今天賓州也翻盤了 喬治亞也翻盤了 290對248 或者甚至到306對232的時候 我覺得他的支持者 這個氣也不會這麼長 但是有一點如果270對268的時候 過去我們看到有很多的選舉人票 選舉團的人 他們自己沒有投給贏的那一位 這個叫做不忠心的選舉人 選舉人 Faceless Electoral 那我們就講個最簡單 上一次2016年 就有7個人跑票 那這種跑票 如果今天 川普今天覺得說差兩票 我買通兩個人 一個人送他一棟 川普大樓 那就變成268 我就變270了 可是 這好死不死 今年最高法院 在7月的時候做了一個宣判 9比0的宣判 就是說不准改變你們州選出來的結果 一定要當橡皮獨張 就是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頭 那我覺得川普大概沒想到 這個最高法院在今年7月 不讓他有這一招可以用了 哇 是是是 所以我也覺得美國最高法院 有的時候超前部署 超前部署 其實呢 很多人說這場選舉 一開始是被定到為 這是一個美國靈魂的守衛戰 有人說這其實是一場 對川普的全民公投 因為有關川普的問題 你說不管是他的私責 他的稅務的問題 還有他任性 有錢人就是任性 任性草率來處理各種外交的問題 其實都已經掩蓋了 本來民主或共和這兩黨內部 關於如何在危機當中 治理國家這種路線的辯論 可是就在投票的前一天 華爾街日報有一篇標題叫做 川普已經贏了 Trump's already won的評論 他說他已經贏了 他提到了川普 其實他捍衛了美國的自由跟繁榮 並且結束了戰火 美國人應該感謝他任期之內的付出 袁老師你來看 川普在他的任期三連八個月的時間 有做了哪些值得美國人感謝的貢獻嗎 我覺得第一個他的外交 如果說美國人今天特別是 基督徒還是比例相當高 然後猶太人也很贊成的 就是你能夠將美國的大使館 從特拉維夫搬到耶路撒冷 然後也讓甚至接受以色列 占領格蘭高地 認為這是他需要的一個領土 然後讓以色列你看跟巴林 跟阿拉伯尼爾大公國 甚至跟非洲的蘇丹都建立邦交 我覺得這個是很不錯的成就 而且他也講起來也不一定是他 但是至少我們看他上來之後 這個ISIS就慢慢就越來越視為 現在根本不成為氣候 所以在中東也沒有新的戰爭 雖然他沒有完全退出伊拉克 也沒有完全退出阿富汗 但是基本上這些我覺得還算是可以的 那在跟中國的一些外交談判當中 這個貿易談判也好 我們說關稅談判也好 也有一些進展 就是讓美國人覺得說 好像過去美國人總是當冤大頭被吃 那我覺得這一股士氣大概 這個有一些 但是這個可能我覺得還不是 非常很具體的一個成就 真正具體的應該就是說 他減稅 然後讓美國的經濟過去這幾年成長 包括失業率低 包括股市一片龍井 甚至我們講說 他最重要一個叫Deregulation 就減除管制 讓很多的企業可以互吸 可以做一些事情 那我覺得這個大概是他的成就 但是對我們一般人來講 會覺得說共和黨不是很在乎 預算赤字嗎 他的赤字好大 這個是一個大問題 但是另外一股他支持者 最喜歡看到的就是 他任命了三位保守派的大法官 那等於是讓整個最高法官 現在是6比3 保守派領先很多 那可以塑造未來二三十年 這個整個的優勢 我覺得這個從他的支持來講 應該是最大的 是 這是顏教授提出的看法 那我們來看看美國的華爾街日報 可以說反而是對於批評川普 是不遺餘力嗎 因為美國的主流媒體幾乎都是 對他一面倒的不看好的撻伐 但是我們來看看這個華爾街日報 對他 他到底他這三年八個月過去的任期 他做了哪一些事情是真的 他有至少2017年他有稅收改革 有對於這個美國的經濟有提振的作用 還有呢他開放了更多的石油 跟天然氣能源的生產 那麼再加上的這個薪資上漲的速度 比富裕階層還要快 還有非洲裔拉丁裔還有亞裔群體的失業率 都降到了有史以來的一個最低的一個水平 這是等於是在現在 還有他呢 他雖然有這個蔑視國際公約 放棄伊朗和協議和巴黎協定 並且呢他還把美國的駐以色列大使館 遷到了耶路撒冷 這是他在外交上面他所做到的一些 他所做到的一些的 說是他的政績呢 還有他對於美國的有實質的一個什麼貢獻 讓美國人對他至少共和黨的人 對他是非常非常的感念 那麼其實很多人說這次的這個美國總統選舉 就是一個川普跟反川普的一次選舉 因為選民選的已經不是國家的路線 而是對於川普個人的喜好 所以想請教我們的吳董事長 就您的觀察 川普這一次在選情上 現在看起來受挫了 是被他自己的人格 還是被他自己的性格所害 他這一次他在今年一月份的時候 本來就是絕對優勢 根本不可能輸掉 各方面的數據 各方面的情況 經濟非常良好 因為你知道美國選舉 我想還是經濟跟內政是最重要的事情 其實外交老百姓的感受沒有那麼強烈 當然他會有一個間接的影響 所以他在他中間一直不斷地打中國 中國這個議題 我認為並沒有發揮到非常大的效果 但是在最重要的 今年突然間發生的這個COVID-19 就是新冠肺炎這個疫情開始之後 他這個處理得非常非常糟糕 那這個基本上是一個反科學的處理方法 那個反制跟反科學 也是他這個人的個性的一個特性 因為他的方式很率性 所以他經常會讓人家覺得 有不穩定的感覺 但是顏老師其實剛剛講得很好 就是說他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具體的成就的東西 所以他有一個不錯的地方就是說 他是一個行動力很強的人 他真的會說到會去做一件事情 那美國他為什麼說47年的拜登 或是美國華爾街的沼澤 這沼澤這裡面的問題就是說 大家有很多這個已經成為長期的習慣的一個優雅的風氣 那這些精英喜歡談很多事情 就是歐巴馬在當中所說的講過 我們要他要重彈亞洲 重彈亞洲的時候他做了什麼事情 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所以這個川普其實他是有行動力的 這是很重要的 好 那麼這一次的開票 從一開始川普落後 到中間出現了驚奇的幾個州 是支持川普 就沒有想到過了一夜之後 又發現了有來了一個逆轉 拜登反而取得了幾個重要的這個搖擺州的支持 有人發現其實支持川普的整個族群的光譜 出現一些有趣的變化 請教贏教授 你怎麼看這個現象 到底這一次都是哪些族群在支持川普 我覺得川普過去支持的族群 就是譬如說白人 那剛才吳董事長也提到 就是說教育水準 大概沒有大學教育水準的這些比較多 然後再加上這個蘭嶺階級的工人 因為他們的製造業的工作已經被外移了 所以他們覺得說他們本來有工會保障的好的 薪資的工作都沒有了 所以他們轉而知是川普了 然後老人家可能覺得說 回憶就是過去美國的榮景 然後現在碰到的一個是多元的社會 他們無法適應 然後再加上我覺得 包括這個上一次看到的郊區的一些女性 他們也還都支持川普 那所以然後住在鄉下的 大部分住在這個偏遠地區的 很多都是支持川普 所以川普的這個 我們講他的Winning Coalition 最主要就是你白人現在還站在60%左右 你只要拿了超過多數以後 大概就有機會能夠贏得選舉 那上一次也很奇怪 第一次美國總統的候選人是女性 是 結果希拉蕊的女性的票 比過去男性的民主黨候選人拿的還少 還少 就是說本來美國民主共和黨之間 有一個叫做gender care 就性別的差異 性別的一個差異 大概在七到八到九個 可是上一次沒有這麼多 很少 而且希拉蕊是在白人女性當中 她落後的 她是靠黑人的 和其他少數主義 然後拿回來 可是這一次拜登現在看起來 在這方面就拿回來 所以川普這次撕掉了一些 所謂的suburban 郊區的女性的這些選票 但是她好像在拉丁裔方面 又擴張了一些 然後我們不要講說 黑人一定會投民主黨 因為黑人裡頭有很多非洲裔的 他們不是靠社會福利出來的 他們是自己努力創業 他們也喜歡law and order 他們開店 也喜歡這個法律跟秩序 然後他們也覺得說 民主黨這個福利政策 就是把你養壞了沒有鬥志了 所以他們很多人會支持共和黨 黑人的男性比女性支持共和黨 至少超過10%以上 這個有差距 那西班牙裔的 他們很在乎社會的價值 所以像墮胎或者說同青年 他們不見得同意 那在這個時候 很多人就會覺得說 川普任命了三個保守派大法官 他們會接受 那原來的西班牙裔當中 墨西哥裔是支持民主黨的 可是中美洲特別是古巴裔 因為反共支持共和黨 所以我們看到這次很多中美洲的後裔 古巴 古巴 除了古巴之外 像尼加拉瓜 薩爾瓦多 這些他們會逃開的 都是不喜歡共產的 或左派的政權 那他們會支持川普 是支持川普 有人說 成也川普 敗也川普 華爾街日報有一個評論 他是說 如果這次 川普真的輸了 讓共和黨 失去參議院多數的呢 原因不會是共和黨 人變弱 或者是競選的操盤無能 也更不會是因為 帶有黨派偏見的新聞 拜登和民主黨人 也是沒有辦法 使川普成為一個過去一個世紀以來 第四位連任勢力的總統 因為只有川普自己才能夠做到這一點 他只有自己打敗自己了 所以他真的是一個強人 不過我這一點我一定 我很同意這個吳董事長 就是COVID-19這個事情 他處理的真的很差 他的個性就是認為說 我絕對不會錯 所以他一直就是在耍嘴皮 然後你看到現在 美國疫情這麼嚴重 他還在講 We are rounding the curve We are rounding the corner 你說一拐腳一拐腳上去 哇更嚴重了 所以他始終沒有好好面對這個問題 那不相信科學 不相信專家 沒事 他相信自己 他得了COVID-19 他三天就可以出院 我現在都 我本來完全不可能相信說 這個是假的 後來覺得有點問題 因為我自己小孩得過 然後我也看過Chris Cuomo 是是是 你看他在地下室做廣 那個樣子是變的 他沒有變 Johnson 英國首相Johnson 所以他根本就沒有感染 所以這是其中的一個秀 不是 他這個有一點點像什麼 他的夫人可能感染了 真的 那他就說子彈在總統身上 那我們白宮就有感染了 第一家庭感染了 大家就以為是川普 對不對 是是是 好其實這次選舉期間 有選民表示 他們不喜歡拜登 什麼原因呢 就在於他們擔心 左派的拜登陣營 會讓美國向共產主義靠攏 袁教授就您的觀察 拜登他現在會有足夠的智慧 去扭轉這些人 對他的印象嗎 那麼還是未來美國的國內 會有更多這種族群對立的事件 會發生 我覺得拜登也蠻辛苦的 他是代表溫和派的勢力 是 那最後我認為 這一次民主黨能夠翻盤的話 也是因為拜登 雖然你看他老了 看他可能失憶了 但他畢竟不是進步派 不是最自由派的 如果是進步派自由派 我還不覺得他們一定會贏 譬如你放了商澤斯出來 剛好川普打得好開心 就是說共產主義來了 但是現在看起來說 說拜登是受控制 受這個左派控制 我覺得還不一定 但是拜登必須要做一個平衡 所以你看他在包括講說 我們講業油鹽方面的開發 他都說會立刻停止 希望205年以後慢慢取代 就是在這個之後就開始 所以他還會想到這些 包括這些來領階級工人 那在中西部 譬如在賓州很多這種工人 那他會想說 如果我把你們換到 不是服務業 而是太陽能的 或者這些比較 還是藍領階級的 那你又有工會的保障 你的心知夠 那你的那個個人的這種 對自己的價值還能夠肯定 那他希望留下這個 那拜登也他也有這個 他自己在國會這麼長一段時間 他29歲就 就是剛好選上的時候 還不到30歲 那規定要30歲 就任的時候要30歲 他就任剛好就30歲 他是全美國最年輕的參議員 所以他做了 你看做了36年 然後他的一個特徵就是 他常常能夠跟共和黨合作 所以像包括McCain 過去麥凱 那這次他的遺孫也支持他 他認為他自己的這個 過去的經歷是一個跨黨派的 可以跟共和黨合作 可是我覺得現在的這個氛圍 已經不對了 不是這樣子 他是不是能夠做得到我不知道 但是他一直在強調他說 我是民主黨的候選人 但是我當選了以後 我會照顧那些不投票給我的人 他講都是這麼講的 但是是不是能夠一定做到 而且左派我們講說 包括AOC 就是他們紐約州選出來的 參眾議員這些年輕的女性 他們要推他們的什麼Green New Deal 就是新的綠的新政等等 這些人也不會就是就讓你放掉 他們一定會繼續 所以拜登還蠻辛苦 再加上參議院又不是在 共民主黨手中的話 那我覺得他只能做一個 象徵性的總統 做一些癒合的這種工作 但是真正要推動政務很難 很難 其實我們看拜登 現在是競逐這個美國總統大位 全世界最有權力 最有power的人 看似他已經好像是已經這個 已經快要到手了 其實拜登這個人 現在可能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權力 可是他的人生是極端的坎坷殘酷的 他二十九歲 將近三十歲 當選了美國第一任的 這個最年輕的參議員 可是在同年呢 他失去了他的當時的他的太太 跟女兒 然後兩個兒子 同樣都在那個當場車禍當中 受傷了 對都受傷了 所以拜登呢 他是在當了 他本來是不想要 因為後來沒有想到他太太跟女兒 都在車禍當中 在醫院 因為他還沒有就任 就不治 他沒有就任 就是Christmas shopping 對 就是車禍走了 對就車禍走了 然後呢 然後在同車的還有兩個兒子 兩個兒子都重傷 後來拜登是根本就不想要去就任 他說他想要照顧這兩個活下來的小孩 可是呢 沒有辦法 就是大家還是推理他說 你已經都當選了你就去做 好他就為了這兩個兒子 所以他為什麼對於這個 這次好像給他鬧出很多 風波的這個Hunter 有這麼多的包容 因為他是他唯一 留存下來的小孩 因為另外一個兒子 他們受傷之後 Go Biden 對拜登他當初呢 他每一天當了這個 全美國最年輕的參議員 他是每一天從德拉瓦州 坐火車 德拉瓦州 坐火車通勤耶 到華盛頓DC 每天這樣通勤耶 因為他每一天晚上都要回去照顧這兩個 已經沒有媽媽的兒子 他是這樣的一個人 沒有想要他那個留下來兩個兒子 當中的大兒子 在數年就 比較優秀的 比較優秀的 他後來也得了 對而且做過德拉瓦州的檢查長 然後也去上戰場 就是做服務 就是一個明日之星 結果腦癌 所以你看這個拜登這個人 經歷過這麼多的痛苦跟坎坷 現在你看說 他現在感覺快當選美國總統了 他還有什麼問題要面對 我現在請到董事長 我們看到以色列的右翼政府 因為拜登他曾經是美國的這個 外交聯席的主席 外交聯席會議的主席 我們現在看到川普呢 在川普的支持下 以色列右翼政府呢 跟三個阿拉伯國家 達成了關係正常化的協定 但是他卻在近期的 這個中東軍售的問題上 他表示他要賣F-35戰鬥機 給這個阿聯酋 讓原來在中東地區 本來是只有以色列 可以優先獲得的這些購買 F-35戰鬥機的這種資格 一下子要被共享 這讓以色列跟阿聯酋 常在我們台灣之前 就是啊 這讓我們大家都不開心 還有跟伊朗的關係 也搞得很緊張 更不要說這個川普之前 跟西歐那些國家的一些紛紛擾擾 那麼現在拜登想要處理 等到明年一月二十號 他真的能夠就任之後 才能夠出手 所以目前這段期間 教授跟那個董事長 你覺得川普會不會再會 惹出什麼樣的大事 讓拜登來傷腦筋 我講一個很有趣的新聞 昨天路透社報導一個消息 說這個德國銀行 準備收回川普 Family的貸款 總共有三億四千萬美金 這個銀行也太現實了吧 貸款人是川普的兩個兒子 然後保證人是川普總統 昨天我的意思是 我從來沒有看過說 有一家銀行 會主動洩漏客戶的個資 去公開給媒體說 我要把某一個客戶的錢收回來 這實在是 這個是也是 全世界銀行 但雨天收閃 所以銀行就這樣 收閃也不能去告訴媒體 你就收 你就收 還是告訴媒體 Dolch Bank 你知道梅克爾跟川普的關係 不對盤 非常快 現在目前是這樣子 德國率先表態 世界上幾個重要國家 未來幾個重要國家 我想美國還是一個重要的國家 但是要維持所謂的霸權的可能性 是在衰退中 然後中國沒有話講 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那歐洲最重要的國家是誰 歐洲最重要的國家是德國 所以歐洲 德國 法國一部分 但是德國的態度 跟美國之間的關係 就影響到整個歐洲的發展 那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那在這一部分來講的話 我想 我認為我所理解的 他過去是要顯示 拜登的態度 跟川普是大象蜻蜓 完全相反 第一個就是拜登 在外交委員會主席的時候 他跟這些歐洲國家來往的很多 而且他不只是外交委員會主席 他還兼西歐小組的主席 所以他對跟非歐洲真的很熟 然後歐巴馬任內 他八年副總統 因為經常到歐洲 歐巴馬畢竟對外交事務沒有他熟 所以他對這個建立的關係 人脈網絡什麼大概都足夠 所以他上台 我一直強調就是 假使他今天美國 對中國的仇中的情緒 圍堵中國的情緒還在 真要組一個圍堵中國的聯盟 歐洲國家比較願意加入 那川普是天天退你們的群組 然後說請你來加我的群組 他們想說那你先回來 所以我覺得拜登他現在承諾了 一上台他就會回到巴黎氣候協定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讓他過去的盟方 可以跟他一起合作 這個是美國也認識到不能自己幹 就一定要找一些朋友 那這邊有一個問題 顏老師剛好是專家請教一下 就是他也在接受媒體採訪他提過 他說俄羅斯是美國最大的威脅 然後中國是美國最大的挑戰者 競爭者應該這樣講 威脅跟競爭者是有差異性 換言之講他對俄羅斯的態度 包括他這一次Hunter Biden 所有背後的操作等等 大家都懷疑是俄羅斯幹的 因為我覺得是這樣子 所以他對俄羅斯的態度會比較 當然會硬 就是說因為俄羅斯是一個 跟美國沒有這麼多相互依存的關係 就是貿易這些方面 就中國大陸不一樣 就是第二大經濟體 所以你要跟他雖然是要競爭 但是還是有些地方要合作要互動 俄羅斯就是純粹一個軍事 或安全上面的一個敵人 你跟俄羅斯有什麼好經濟搞的 沒有什麼嘛不是很多 所以他會擔心 而且加上普亭 已經自己把自己不要搞到多少 203幾年對不對 可能還會再做下去 死而後已像諸葛亮的人 鞠躬盡脆 所以是一個比較大的威脅 其實現在全世界都在猜 川普的下一步到底是什麼 因為川普他絕對是一個 非典型政治人物 他的這個性格是 充滿了太多不確定性 包括美國的國務卿龐佩奧 也還在亞洲四處訪問 他並沒有隨著 向美國的這個國防部長說 已經率先寫好了一個詞程 就是準備要辭職下台 好龐佩奧 國務卿還四處在亞洲訪問 四處開支票 請問董事長 你覺得川普的下一步會是什麼呢 川普的下一步其實是 Depends on 就是說看民主黨怎麼處理 這些所謂的川粉 也就是說這個在 從剛剛就是低教育程度的 藍領的階級 還有這些新移民 這拉丁裔的 這些川普的追隨者 如果民主黨是提出有效的政策 然後跟能夠有慢慢看到 有希望能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那川普將來就很難混了 如果反向操作的話 那川普會繼續扮演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領導的角色 因為這個東西是一個結構問題 這個結構問題如果不能改變的話 他這個領導地位 他自己尤其他又是這個 教派的領袖 他基督教的這種信仰 強烈的這種天選之子的教父生態 會繼續支持他 會繼續在幹他這個地下的狂人 對 地下的狂人 我覺得你上面寫的這對 他一定會在電視台 或者他自己搞一個 這個Twitter YouTube 他的一個Podcast 每天讓大家知道他還存在 他存在 他在哪裡跌倒 他搞不好就哪裡再起來 他還會 搞不好還會回來選 所以假使今天譬如說 他輸的不是很多 然後他認為大家覺得說 他是被 stolen 被偷了 被ropped掉了 這一次的 那他一定會回來 所以我覺得像龐佩奧 我認為他那個時候 到亞洲來 是為了自己 2020年鋪路 但沒想到 他還要跟他老闆競爭 2020年 沒有想 你看這個川普 他就是電視這個影集的 他自己主持的這個節目 Apprentice 就是最後一句話 就是說You are fired 對 好他現在這個 你被開除了 他現在如果重新在主持節目的時候 You are hired again 沒有這開玩笑 但是我們現在知道說 美國這段選舉期間 不斷討論 有沒有外國勢力在介入 那我們檯面上看到的 都是美國在彈挑中國大陸 那麼現在美國的選舉 就要落幕了 吳董您覺得之前一直都刻意 很低調的中國大陸 現在會有什麼樣 不一樣的對美政策 要端重來嗎 完全不一樣 因為中國大陸現在 他嚴格 我要來講說 以中國大陸內部的權力架構 來講的話 他會因為這次的選舉 遭受到這個 無窮盡的美國的打壓 而造成中國大陸內部 會變成他權力非常的鞏固 比如說危機跟轉機之間的關係 所以習近平在這段時間 你看五中全會之後 順利召開 所有的事情通通擺平 他把軍方已經 軍方已經早就擺平了 這次要做到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權力其中的動作 就是他有定了一個 中央委員的管理規則 大家很少人去報導這個新聞 你把那個中央委員的管理規則 拿出來讀一遍的話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國務院歸他管 國務院都歸他管 所以他現在已經權力高度的其中 各個系統的其中 不用談了 公安也其中 這兩間你看到的 金融業的其中 看到螞蟻金服 整個在金融業之間的整理 他把那麼大的一個案子 他都把它處理掉了 三百多億的美金IPO 習近平一夜之間就把它 就採取斷燃措施 這個背後要很大的力量 才做得到 所以換言之上習近平在利用這個 最近這個將近有八九個月 新的跟美國的鬥爭的這個過程中 他居然獲得了極大的權力 對中央政權做非常有效的權力的其中 這是一個他自己的一個 一個意外的一個結果 就是為期變轉機 另外一個就是說 他現在所謂的雙循環 雙循環其實就單循環 就是他內部的經濟的事情 剛好現在如果拜登當選的話 他們對這個所謂的產業鏈重組 這基本上的矛盾的部分 仍然不能解決 但是不至於惡化到 所謂的冷戰的程度 對協商會大於 engagement會大於confrontation 這兩個協商會大於重組 中間他們會有高度的協商 但這種情況之下 對民進黨政府來講的話 可能不是很高興 因為民進黨政府 過去已經幾年當中 跟共和黨跟Pompeo玩得很爽 很開心 要不斷地買到 花了一百多億去買軍火 各方面都很爽 然後有人謠傳出來說 美台要建交 什麼話都跑出來 但今天 蔡總統跟蕭美琴大使 講得很好 都開始強調說 跟民主黨的關係很好 各方面在攀關係 所以說我二十年前 就跟兩黨都有很好的 整個來講的話 我認為 其實美中關係 會回到一個正軌 回到對話的軌道上 比較不會有那種surprise 來出現了 所以我們也看到說 在之前一直被這個美國 就一直在挑釁 中國大陸方面 一直都默默地沉默 但是沉默低調 但是我現在讓你看到 什麼叫個魄力 就是要做到了 但是我們覺得 最近幾個月來 就是一直冷處理 美國問題 中國大陸 在這一次五中全會之後 我們看到幾乎是完全脫胎換骨 因此有人就開始擔心 兩岸會不會發生激烈的變化 但是這個台灣 中國文化大學的教授 同時也是大陸研究所的學者 一個李孔志老師 他說了 不論美國選後 結果是怎麼樣 台灣最應該扮演 三角關係當中的枢紐的角色 而不是單邊的壓寶 避免兩岸朝著熱對抗來發展 所以顯然呢 美中台的三角關係 已經被川普推向一個套具 偶像劇裡面的台詞說的 回不去了 就嚴教授您的觀察來說 未來美中台的三邊關係 會出現什麼樣的變化 我覺得就是說 當然就是拜登不會去再改變 已經台灣獲得的東西 比如說美國過去沒有國務次進來台灣 大概以後未來還是有可能 有這樣的成績得來 但是不會再提高了 那如果說今天美國賣武器 對台軍事會不會說 現在衝會去不履行 我覺得會按時間賣 但是不會這麼密集 就是他會已經發展過的事情 他就會接受承認 但是我覺得實質上 我們希望看到美國 就是能夠跟台灣 因為是拜登上來 走到多邊主義 又回到了過去 三個公報 一個台灣關係法 我們是不是可以談 美台的TIFA的談判也好 雙邊的自由貿易 這一些 然後等美國回到了國際組織 那是不是在支持台灣的 正當性比較強 否則美國自己不在世界衛生組織 然後叫別的國家支持台灣 是有點怪的 所以我覺得民主黨上來 以拜登這種老外交家的身份 大概會在體制內運作 四平八為 可是我們台灣 因為過去這三四年 習慣於川普這種辛拉的語言 所以大概是覺得 拜登慢吞吞的可能不過癮 你吃慣了這些 重口味 重口味以後 可能沒辦法接受 好的 難道台灣又回到了這個大桌子上的 大地圖上的一個小筆尖嗎 這個很重要 提醒大家 台灣是筆尖 就算是川普 他都說台灣是筆尖 我也認為是筆尖 我們不是樞紐 絕對不是樞紐 我們的人動性非常低 所以大家要自知之明 自知之明 好的 非常謝謝嚴正深 嚴教授跟吳子嘉董事長 今天來到節目當中 和我們分析這麼多 美國選舉之後的國際情勢 就算拜登成了未來白宮新的主人 脫軌的世界 就會被推回原來的軌道嗎 俄羅斯總統普丁曾經說過 美俄兩國世界影響力正在衰退中 而中國與德國正在崛起成為超級大國 也許國際的局勢會變得更加的詭訣難測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會眼看天下 未來還有更多重要的國際局勢消息 還有背後的內幕角力 請您能夠持續鎖定 同時也歡迎上YouTube網站 訂閱以及分享 我是黃寶慧 我們下周同一時間 再會了 謝謝 按讚 請問我們多久 我會有講解 我們會有一個字幕的電力 就是這裡面 我們會有一個字幕的然後 給你動作 我們會有一個字幕的電力